上千位来自高雄市各地的年轻学子今天齐聚一堂 接受社会局颁奖表扬 原来他们都是完成志工服务训练真正的基础志工 而在这场名为梦想与行动的成果发表会 志工们除了分享心得 也为自己人生增添了不少的宝贵经验 恭喜青友团加油 每个同学在服务期间都非常的认真 从年田后来到热情大方非常的开心 台上司宜唱名志工代表依依走上舞台 接受社会局长颁发结业证书 近2000位来自高雄市的学生志工 在经过12个小时的训练和30个小时的服务后 终于完成基础的志工训练 局长对于学生们的表现深表肯定 我相信每个同学在这过去的30个小时 40个小时里面 我相信感受体验跟学习最多的还是我们自己 那我也期待各位同学把这样的心度历程 记录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我相信在这一次的体验里面 也可以成为你一辈子最重要最好的回忆 名为梦想与行动的成果发表会 在高雄五星级大饭店隆重举行 青少年志工齐聚一堂 口中含着各单位置赠的棒棒堂 心情是既开心又充满无比成就 然后他就握着我的手 跟我说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你下次何时会再来 这时候我的眼泪真的是情不自禁的就落下这样 因为我从没想过一句这么简单的谢谢也能如此感动我 也能如此撼动我的心 我觉得就尽心尽力就好 就是当志工最重要有一份耐心还有一份爱心 我觉得这才真正当志工的最重要意义 并且姐妹会签署一室由澳门医务工作者协会 成果会中的华人志愿者协会地盟一室结合了台湾高雄 以及来自澳门的志愿者协会 让高雄地区的志工服务能够更加拓展到国际上 社会局长张乃迁也期望未来有更多青少年朋友 一同加入志工行列 为自己的人生增添宝贵经验 港独新闻刘志善实习记者高一如采访报导